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起鼓童更失忆 试试1 我是叫James Swan 即是做海语的 这个就是我原生的《无不了》 还有今天我由向富庸的NXK 他们做一个主办全世界比赛 即是随私比赛 他们邀请我来这里 比赛下《无不了》 一会儿又多一个个几钟就开始了 接着我自己本身做了评审 做了试食 接着帮他们讲一下 教下那个鱼 《无不了》是要怎么蒸 怎么煮才好吃 今天这个比赛都有四队进了 进了来 然后一会儿就是四条鱼 比赛 好 OK 好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河鱼 小小的时候由河边长大的 一路吃鱼 而且一路有慢慢摸河鱼 怎样怎样是一个兴趣 一个兴趣 然后做下做下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生意 一个生意 变成了很多 好像我这个亡不了 原生的 现在全世界都很聪明 好聪明 最好吃的 现在我身边的就是阿辉哥大徐司 刚刚正在做东西 就过来拍摄一下照 大家好 我是钟文辉 因为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环球饮食比赛 之外呢 我是在担任现场的烹饪 因为我负责煮几道菜给大家尝试 代表阿 麦姬阿 和他们一起合作 这条是无不了 这样它是圆身的 圆身 我们不是叫短身 它叫圆身 蝦 这样的蝦就是 芒包料里面 是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有很多种 有些是长生的 长生的 长生的 它的味道又没有那么好 肉比较粗些 这个圆身的蝦 它一定是很香的 很香的 全部差不多一样 下巴 现在没有捉出来 下巴 它有一块东西 这个是最美的 最美的 是什么价钱 现在这个价钱 现在这个价钱 就是说餐馆出来的价钱 是1800元到2200元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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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多大 这个 这条大概是K8 最美的 最美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民族协会的会长 Fanky Lee 那很开心 今天你们所有人来到这里 那今天的重点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鱼王 就是忘不了的现场主烹饪 好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Chef Plung 这是新加坡中族协会的这个 顾问 那非常开心呢 这次非常容易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比赛 我想这个比赛呢 在经过很多这些大族呢 精心策划了以后呢 把这个舞台搞得非常的深色 最主要呢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许多的这个年轻厨师呢 能借到这个平台 来互相的切磋 互相的比赛 从而来增进他们的这个见闻 跟他们的厨艺 那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这个一个团体赛呢 将会有一个神秘的这个食材 就是我们看到在宜缸里的那一个 忘不了 大家知道忘不了呢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 一类 那今天呢 我也是参加了好 大概有 算百场的这个作品委的 但是还是第一次呢 能够来有机会来品尝 这个忘不了这个作品 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期待 待会儿这些参赛选手 做出来的产品 会是怎么样的 谢谢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我刚刚好从中国回来 参加这个赛事的评委 很高兴 这个也是一个国际盛事 也是一个厨艺的舞台 让各位厨师去发挥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山的Jeffery Chef Ang 然后这次比赛 很多国家来参加 然后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厨艺的舞台 让大家去发挥 把年轻的一代 培养出来的更好的厨师 谢谢 谢谢 大家都很棒 Good 嗨 大家好 我是KKL 很紧张 今天我们这个赛事 会有在四队里面 选择总冠冠 所以大家 请多多支持今天的赛事 Yeah 这个要ijke 很好吃 今天這些是入了決賽的四水牛 沒錯 這些是用家 對,用家 我叫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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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量的 有很多菜式 真的非常棒 希望你来 好棒 你享受 吃鸩部鸟 吃鸩部鸟 大家好 我是做平威 平威鸩部鸟 今天是平威鸩部鸟 多謝Juan 多謝你来 辛苦你 會 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赤食泰,我们是一团雪梨餐饮业商会来参观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沟通和交流 希望大家可以以后多些在餐饮业做一番事业 多谢 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米真福 是澳洲华人餐饮业商会的会长 很高兴来马来西亚深美兰州 来参加楚衣赛的观摩 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么我觉得大家能够跟我们澳洲方面 可以跟马来西亚的同行交流 餐、主餐各方面的心得 非常的开心和高兴 那么希望我们两地共同把中餐在海外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马来西亚朋友你们好 我叫陈依霞 我来自澳大利亚舌利华人餐饮业商会秘书长 很高兴能够被邀请参加今次新美兰州环球 徐毅比赛 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 学得多点的马来西亚特色的菜式 和多点了解马来西亚的特色食材 对我们平食也好美食也好 制作也好都有很大的收益 多谢大家 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依 是瑞丽华人餐饮商会 一起来这里和各位观摩 这次的机会是很好 很有意义 认识到很多朋友 也多谢主办商 他很热情的招待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平台 大家澳洲和马来西亚 有很好的交流 尤其是很荣幸 今次我们都可以 认识到余皇 亡不了外听了很久 今次真的可以去到余像 可以真的深入了解 我们余皇的成功原因 都是一番毅力 我们中国人 无论去到哪里 都是凭着我们一番毅力 又创造一个新的目标 恭喜大家 多谢 新体健康 好 黄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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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陈正赤 如果有 他的法乐旗在天母 如果你们中文也不得到法乐旗 那么另外我们先是 他是来自于 有 有 好 张雨的意思就是熟通了 他不相信 好 我们现在要出菜了没有 来我们跟所有的朋友来介绍 这个冷菜 冷菜 那怎么样来把它主题 跟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内容 请问一下 是 连アドパン的里面 香港 大家都知道香港都是吃月菜的 都是放不了 好 来继续我们把所有的朋友给大家介绍 还有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 Chef Jack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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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台下 来跟大家挥手 另外一位 还有来自新加坡的 Chef Chewa Ji 好 Chewa Ji Sorry Chewa Ji 来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大师 所以现在已经 Apple Python已经出来 要不要到台下 跟大家聊好 也是新三的团队 新三JP的 JP的 然后第二点也是来自于 我出来 JP他做的就是一般乐式的清蒸 对不对 然后他只是用洗咬 去来做体味 他们都是清蒸 然后他们选用的也是老抽 都是老抽是不是 对 那么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我们 我们一蒸老了 那果香味就会流失 肉也会变柴 好 那请问一下我们 果宝鱼更特别的 是不是 他的鱼鳞都不要去除呢 对 因为他的鱼鳞是可以吃的 他的鱼鳞是不是有非常豐富的 都很豐富 那一只鱼想要吃出 想要吃出价值很容易 可是要物操所值就很难 所以可见这两个团队 对他们所呈现的真的是物操所值的组法 好 我们请前面拍照的朋友 因为后面在做的 就会看不到 他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第三组他特别他们的呈现方法 都很不一样 你看第三组他虽然跟香港一样 都开双飞 可是他就没有把酱油淋上去 可见他对这个马来西亚国宝籍的鱼 多么的有信心 他讲了 在我们过去我们习惯了 我们吃的鱼都有放很多鱼 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国际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得到 四道菜还是五道菜呢 这个环节总共会有六道 有六道是不是 六道 比昨天的挑战更高 挑战性更高 现在最难得最刺激的就是 每一个主评审 每一个评审 他们要把国宝鱼要吃出不一样 请问一下他为什么还在摇呢 刚刚我们新加坡的chef他跟我说 我们刚刚新加坡的主厨说 他为什么还在摇呢 因为他还是 好我们同时呢 在介绍我们这个国宝鱼的同时 第四组呢 你现在吃到的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说说话啦 罗伯舟的作品 好像 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虾枣 你先放 你现在吃到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吃到的是 用来一个虾肉打成虾胶 然后做了一个虾盐 中间挖了一个洞 那放了一些烫排跟蟹鱼 那个小墨鱼 然后应该是用来烤的 主要是烤今天的主食菜 非常棒 感觉上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 他还欣望我在那边 那么最重要的是 他把蔬菜 也把它做成Apple菜的 这个在日本菜当中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Pen Blah 台湾叫虾枣 就是有很多 像福州菜啊 就很喜欢用虾来做 那么泰国菜 泰国菜为什么会有 泰式虾饼呢 其实也跟我们 早期的这个福州 福州 他们呢 沿海这边 你是不是要来访问一下 我们的评委 让他们觉得吃到 四组不同的国宝鱼 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呢 好 吃到说不出话来 这个是怎么说的 对啊 你要不要请会长 你要不要请会长 要要要 第一位 其他吗 只是一个配合吧 OK 我们心中有一颗 已经有一把尺了 对不对 会长你要知道 因为你 因为你的带领 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次 我们环球厨艺挑战赛当中 可以让大家进现场 看得到这么多吃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的是很高水 很棒很棒 我们也在今天 恭喜大会 能够有这么好 特别的一个惊喜效果 Auntie 你看看 你从昨天喔 你不是今天才来的 这样的专业主厨 对不对 对啊 可是 大家可知道 这一场 团体赛是 他们在事前是 完全不知道 他们到底要煮的是什么 他们要料理的是什么 而是早上来到这边 黑虾打开 才知道他们今天要煮的食材 所以说这个环节 为什么会这么吃 我们另外 对啊 我们鱼王 鱼王终于出现了 对 我们的鱼王 鱼王这些都是他的baby 他的baby被人家杀掉了 他还笑得出来 真的是很残忍的鱼王 今天这些鱼都是 由鱼王提高 然后 那鱼王也吃了 四个团队都吃了 等一下你把鱼王 你把他讲成鱼丸 我还以为 塞兜鱼丸 塞兜鱼丸 他不是一般的鱼王 还有一道还没有吃 你不要笑有 真的耶 吃多了 那个味道会挺在身上的 所以啊 羊肉 这个是第三道 香港队的第三道 对不对 第二道 第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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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三道呢 他们做的 我们今天的神秘香的主题是 郑士你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我也不懂 好 第三道的主题 是 鱼王 对 他就用羊肉 你是何建议喔 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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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新疆也有新疆的羊肉 但是 我们今天呢 就是在每一个环节当中 他们就是要去评比的是 哪一个队伍究竟是柔佛山的 还有香港的 台湾的 台湾的 他们怎么样的不同的手法 还有团队的默契去完美的去表现出 每一道同样的食材 他们能够表现出创意出来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请吃过 也是羊肉 羊肉创意料理已经出来了 好 接下来 我们看到的是佛龙带骨的羊肉 这个感觉到是 用羊小 我相信你也不喜欢 它都变得熬喔 我稍微带这个 屁股 有没有在整个 这个刀法上面 还有在食物的处理上面 够不够水准 你看看他的表情 你就知道 已经有看到有被打枪的感觉喔 那么 好 接下来的是柔佛州的 这个就是新山的 柔佛是新山嘛 对不对 好 柔佛的代表他们的羊肉 把它做一个create 来做一个organization 所以台湾 台湾队伍为什么能够晋级 并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这一次呢 台湾队伍他们表现得 不妨都让 那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也要看看 所有 这个鱼汁呢 要是太甜了 对观不了 味道呢 就跑掉了 味道跑掉了 好 还有呢 刚才有一条 几号了 我要对 没关系啊 有一条不同 对了 你觉得呢 有一条呢 鱼汁和鱼油都不一样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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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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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就可以了 对 好 还有呢 只有一条好 其他都不好 关键哪个叫什么 好 鱼王说冠军只有一个 所以一条好就好了 哇 这个鱼王好像已经 已经 讲出了定数了 对 不知道鱼王的观点 跟其他 国际评审的观点 是不是一样 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对啊 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来问 鸭寶 大家一起来鸭寶好不好 我们今天来玩 来玩 偷偷好不好 好 说不定大家真的会中 然后呢 中我们不是不玩钱 就送你一条 忘我 忘不了 忘不了 中了就忘不了 其实我觉得忘不了 真的应该 要是谢谢这一次 我们这个盛美兰厨艺工会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他这一次这样的推广 他不单单是我们大马的这个国宝鱼 也希望能够变成全世界 大家都喜欢 都追随的这个 我们就说马来西亚国宝 好不好 好 非常好 那么我们 我们请所有现场 是不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是不是 我们鱼的分数 我们今天 所有man cost 跟appetizer 他的分数是平均的呢 还是国宝鱼 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现场的安婷 哪一个孤单呢 你们有没有心里面自己想吃的啊 刚刚 有没有啊 我 你喜欢吃哪一个 来 第三道咯 好 还剩下两道 这是一个相当紧张的环节 你要去看看 你要去看看 你要去看看啊 你好像不够睡了 你给我这样这么少 贵金不贵多啦 那 基本上我们这样 看一看哦 大概 知道鹿屎水手 那 鱼剩最多的那个就是 忘不了 我跟前老师说 他比上海人吃的食鱼还要好吃 你现在要问 现在上海是我们鱼的第一把手 他对这个我们忘不了鱼 他吃了之后的感觉 好 来来来 让他算算分数 然后我们 接收的这些 厨艺竞赛 都是以西餐为主 能够回归到我们华人世界当中 找回妈 会规定的 那他们不需要用到鸡蛋 那下来这道海鲜 都是以龙虾为主 那香港这一道呢 他的做法 他们要每一对吃出不一样 而且要吃出协调 还要吃出这道菜的创意 能够达到最精妙 而且不能够很苦要 这真的很不容易 哇 鱼王鱼王 真的恭喜你啊 你这个鱼啊 真的是 不管是 其实今天真的非常之出位 还有做到他应有中餐的一个效果 其实每一道菜出来的 在美国和那个商人的抛肥法都很到位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之 不愿意我对这出品 一定要入菜 所以你可以把鸡蛋塞到 忘不了的肚子里面 哦 也可以哦 哦 那鸡蛋就有忘不了的味道哦 诶 可不可以吗 鱼王可不可以 鱼王可不可以 诶 等我问他看看 你自己就知道了 我没吃饭 你饭到很苦哦 带那么苦哦 带那么苦哦 因为鱼味自己本身有鱼味啦 OK 尽量不要太沙拉了 所以这个怎么样去完美呈现 跟你放的调料是有关系的 对啦对啦 OK 其实这条鱼不用什么调料的 请问一下这只鱼他们蒸的 蒸的时间都抓得差不多吗 蒸的时间 有一条真的很好 哦 有一条真的很好 有的露出呢 露出呢 它是蒸的时间不够 哦 不是蒸过容 蒸的时间不够 蒸的时间 那真正这样子的一只鱼 大概有两kilo半对不对 没有 这个鱼大概是1.6到1.8 1.6到1.8 那它大概1.6到1.8 真正抓的时间是多少 你告诉他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火要这么久 那要不要闷盖 让它厚熟呢 不用 一定要闷的 哪里有拍子蒸呢 我说的是 蒸完了之后 要不要再闷一下 不用闷了 不用了是不是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用 那我们欢迎台湾队伍好不好 台湾队伍也是一样 要把龙虾 那个鱼需要两样东西重要的 就是 油 那个油够烧 够烫 够烫 烫下去那个鱼 那个鱼片有什么漂亮 怎样漂亮 它把那个鱼的包刷力包出来 哇 因为它的鱼汁喔 鱼汁 鱼汁 我以前来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鱼 那个时候我去东马吃的 所以 所以一直是忘不了 一直忘不了 那么 刚才我在挺这个鱼的时候 真的是 分不出 好与坏 因为为什么 都是非常非常棒 唯独分得出的 我是 把 几条鱼放在一起 我取同一个部位来品尝 这个时候就可以 分出 它真正的 这个水准 因为 你不能去 这一条吃鱼汁 那一条吃鱼背 这一条吃鱼尾 那肯定是味道不同的嘛 那刚才我们 在同一个盘子里 马上品尝了 就 看得出 蒸鱼的这个水准 那么至于味道的话 可能 每个地方的口味而不足 但是我觉得 好的东西一定要 恰到好处 因为做这条鱼 应该是 火候是最最关键的 那好鱼要配 我们的好技术 好调味 才能够有一个好美味 好 谢谢 罗伯州的队伍 我想说 这个香味 就是我们的那个 味 整个的世间光碳 其实会给你带来 很多 超细的帮助 非常炎热的 这种天气下 又在这种环境下 大家 又是 尽力了这么长的一个 时间内完成了 这么好的作品 真的 你们又 因为我刚才这屏 这个忘不了的 那 又在用 我相信 除了马来西亚的师傅 其他师傅肯定没有 平时没有增过 或者增过也是 最多增过一次两次吧 我相信 台湾师傅肯定也没增过吧 应该没增过 增过的师傅 几个手 增过的师傅 哇 有处理过 大家都还可以 以前都没有增过 哇 是很珍贵的食材吗 因为今天这条鱼太凌贵了 平时 很多客人也捨不得吃 所以 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本来我想 哇 马来西亚的师傅 可能会略胜一筹 那现在我看来 大家的水准 应该在同一起报线上 那 刚才的鱼真的 都体现了一个 非常的肥美 那 其实 一种好的食材 我们 我们是叫什么 七分原料 三分厨艺 等于是十分的美味 真的 真的能够体现 那我们刚才也是 没办法 从 因为要决足这个胜负 所以说 我们在里面也讨论 不管从 他的这个口感上面 因为口感都差不多 那么 我们还从形态上面 又从这个口味上面 所以说 真的是 难以抉择 所以真的 你们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真的 你们都是非常棒的 其实有两道的鱼 它的口感真的是一模一样 因为无法分辨 如果闭着眼睛吃 那我们只能是从我们这个味道上来给你抉择了 真的 因为 因为好的东西 你在一起抉拼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胜负的 因为它都是 我们吃的一个是非常老的尾部跟背部 那所以 那所以刚才我们尝了以后 能够知道它的这个鱼的香味 刚才你们说是果香味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四组在这个忘不了当中 平分秋色就对了 都很棒啊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给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 谢谢 谢谢 相当的了不起 因为有始有终 有时候 是 有时候 你制作者 那是 可能 你 或是 小 dele 不是 我要 你 君 你 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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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